法輪功的信仰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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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特別列出中共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情況 引用醫學論文和觀察人士的觀點表示 中共可能偽造了器官捐獻數字 並可能繼續強摘人體器官 報告特別提到 16名被中共迫害的良心犯 其中包括被中共判刑15年的法輪功學員崔鳳嵐 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主席 汪志遠讚賞國會辭聚 並建議美國當局到中國實地調查 宗教人權迫害現況 因為中共利用它整個國家的力量 對全世界各方面的滲透 用經濟的政治的各方面的壓力 迫使很多國家都不敢恨聲 而美國這方面確實做得很好 當然我也在這裡呼籲 美國除了這個之外 作為政府一起 還是應該再做一些更實質的 到中國去對中共迫害法輪功 迫害這個維族 藏族還有基督教 各方面的人權這方面的罪惡實地調查 他同時呼籲各國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 刑惡者要立功贖罪 迫害法輪功是窮蹄滅絕罪 反人的罪 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的罪惡 無論天涯海角 無論失常團 我們將追查到底 直到每一個罪犯神之以法 新唐人記者柯寧婷 韓瑞 紐約報導